大家好,在这场课呢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做这个Facebook的Coverphoto 如果大家上过我的课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Facebook的Coverphoto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店的招牌哦,在我们Facebook那个店的招牌 所以,要做这个FacebookCoverphoto开始阶段,可能我们还不能请Designer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Kanma这一边来做这个Photo 首先呢,开始我们可以进到Google这边打Kanma 如果你还没有开过这一个Kanma的户口的话呢,你可以开一个户口 开一个户口了过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呢,进到这一边,你打个Custom Dimension Custom Dimension这一边呢,你打1280,1280x720 这一个呢,是手机的那个画面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acebook的Coverphoto,在手机跟那个Desktop看是不一样的 Desktop会比较大个一点,手机是比较小个一点的 呃,不过呢,是90%以上的用户是用这个手机的 90%以上的Facebook用户是用手机的,所以我们用手机这个为主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做了这个过后,我们去按那个Create Design Create Design按了过后呢,来到这个画面哦 就是来到这个Create Design哦,OK,来到这个画面 OK,来到这个画面呢,我们记得这个是手机的画面哦 手机的画面是1280x720 真正电脑的画面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如果你要加图画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一个Foto这边加图画哦 OK,加图画,比如说我在这边,很多这一些Foto是免费的 你看到吗,这个是Free的哦,Free的 然后有一些是付费的哦,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是付费的话,到时候还给你加收钱的哦 所以你感到它Free的,它就可以用了 比如说我用这一个,OK 来到这边然后我们就把它拉大哦 记得这个是手机的画面,所以我们拉大时候呢 就尽量看是手机,是看到是怎么样的画面,就是在这一边哦 OK,然后我们看,如果今天,要不要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把这个图案放大一点,为什么要放大一点呢 是因为,我们也是要让那个电脑看得到这个画面哦 所以放大一点,看到吗,这个是放大一点的 所以电脑也是看到那个画面的 所以这个做了过后呢,我们下一步骤要做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去加Element,OK Element这一边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图案里面哦 你记得,很多人开始没有学过这个Facebook cover之前呢 他们都是放一个图案而已的 放一个图案的话,人家是想象不到你是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必须要加字 而且是加我们的那一个USP在里面哦 USP在里面 Element,你可以去Element这一边 然后你去找这一个,Frames哦 Frames这一边 可以找See all 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做这个的话,是为了做一个图案在这一边哦 做一个图案在这一边,然后你可以添字 你可以放正方形啊,你可以放长方形啊 什么形状你自己喜欢啊 所以在这个Example这一边呢,我就放这一个 那记得 在我们手机那一边呢,这一个部分哦 是有一个Search Bar的,就是那个查询的那一个框框在这一边的 所以尽量不要把你的字放在上面这一边 因为如果你把字放在这一边的话呢 你的字会变那个查询的框框挡住的哦 到时候看不看不得很清楚 所以能够的话,尽量把你的那些字呢 它放在这个图案的下方哦 图案的下方,或者是在中间 你自己去选择哈 然后到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边选择那个Color 你可以选择那个Color 比如说在这边,我放这个粉红色的GD哈 然后你在这边Transparency呢 你可以把它这个东西调到变成浅 或者是变深都可以的哦 变浅变深都可以的,OK 所以来到这一边了,过后呢 这个东西就看大家的创意啦 你要怎么创意,这个是很难教的啦 我本身的创意就比较没有这样好,OK 不用紧,我教大家这个东西 大家用自己的创意做这个东西 OK,来我们来看 加下去,我们就要做的东西就是要text哦 text在这一边啊,它这边也是很多一些example给你看了的 OK,你直接可以拿这些example 然后就换成自己的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这一个,我按这一个 它就出来了咯,OK 这个不美的话,我们换另外一个 我们换另外一个 所以你可以去慢慢去研究这一个 这个Color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找Designer 也是可以做到这样一些漂亮的那些图案 所以我看到这个,OK 比如说这个,这个也是不好 OK,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边要怎么写呢 要怎么写,我给大家看一下example OK,这个东西做好了过后呢 做好了过后呢,我们来看 嗯 OK,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example 这个大概让大家知道怎么做这个而已 做好了这个过后,你去download OK,download的话就按download就ok了的 就可以把那图案接下来的 下载下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做这一个part 到底要写什么字 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要写什么字 很简单的,我给大家看一下example 这些example呢 是我从那些啊,网站下来的 就是那些,他们也是用同一个方法做这个facebook page的 这些网页,那我给大家看 这个我记得吗,我在我的课程里面有讲到 在这个cover photo里面 第一个东西要写出来就是 让人家知道我们是谁 一眼看下去要知道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做什么服务或者是产品 然后接下去呢,我们跟别人有什么特别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市场上太多人跟你做一样的东西了 如果你不写出来的话呢,大家是 那也是一样啊,我那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为什么我选你呢,对不对 你要给大家一个旅游 对方一个旅游,为什么要去选你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你看到啊 它的特别是什么 它的特别是 它已经有15年教学经验,看到吗 15年教学经验 而且是三个月带你上舞台哦 这个是它给对方的一个信心 这个是它给顾客的一个信心哦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吗 这边它第一个写出它是谁 它是教舞蹈的 然后第二个,它有什么专场 或者是它有提供什么服务 跟什么专场在这一边 看到了哦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就更明显了 对,它是谁 它是谁,我是Map 我是Map B OK 它做什么的,它是做卖车的 它有什么特别 它的特别就是在这一边 十一年里面呢 它已经成功卖出车率较到99% 这是它的特点 它的USP USP就是你的特点 是别人没有的 而你有的 你要赢过别人的话呢 主要就是看你的USP 不然的话你写我是卖车的 这样大家都是卖车的 那为什么要给你买呢 对不对 所以还写 只卖马来西亚SETA最欢迎的 那汽车品牌 这是它的那个定位 所以它定位 所以在整个那卡尔佛多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把这个都写出来 然后接下去我们看 这个是马来西亚首家私房菜 OK,首家私房菜 超有五十多位用心为你煮吃的 那个料理师 第一个看下去 它知道这个是私房菜 它是谁 然后第二个它的特别是什么 它有五十多位用心为你烹饪的料理师 不是一个哦 是五十多个哦 然后这一边也写出来 这一边呢 五个不同的巴萨 它构出了食材 这是它的那个解释 所以你看这一边 我给你这几个例子 你可以上去那边看 看了过后呢 你大概大概 你想一下你的USB是什么 USB是你有的 而别人没有的 你的特别就在这一边 然后下去我们再看这一个 手工地糖甜点 一看它就知道它是卖这个甜点的 然后第二个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只需要一个click 我们就把你帮送 帮你送上门 所以你的USB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句子 就是让人家看到 原来你是做这个的 然后你的特点是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USB 也是你的branding 也是你的branding 这个解决关节疼痛 这个瑜伽 看来只要是瑜伽的 然后它给大家 大家的信心 跟USB是什么呢 就是它已经超过了十年的经验 十年的经验 然后小班教学 然后OK 那这一边它已经写了 所以在整个我们的 那个color photo里面呢 除了写你是谁 你做什么之外 记得你的USB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USB 这一个 那这一个呢 它的那个主页呢 它的那个color photo 就没有调好 那个color photo 所以它变成上面这一部分 已经剪掉了 现在它已经cut掉了 不过它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你看到吗 全马No.1的网络直播团队 全马No.1的网络直播团队 五年来 超过两百人 越入过万的 那个万 过万 什么过万千万啊 OK 业绩团队 所以这一个 你看到吗 它要把它整个 那个写出来 过后人家知道 它是做什么 它是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写你的那个color photo 就是把你的USB写出来 一句话 如果能够的话 用一句话写出来 或者是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你看一样的 2017年 OK 它写出来它的服务 是什么东西 然后 它也解释它的服务是怎样的一个服务 OK 所以这样子一个example 大家看好过后呢 那不只是华文的 马来文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 能够的话 尽量用数字 你可以放在这几个example的一些共同点在哪里呢 公平点在于它用数字 因为数字的话 让人家比较confident的 让人家觉得比较有信心 然后让人家比较容易明白容易接受 所以一定要用数字 用数字 可以全部都用数字的看到吗 短短两个月时间 只在冰岛就累积了超过2200个用户 对 它全部用数字的 所以用数字的话 然后节省20%以上 然后报 这什么 甚至火爆节省到达100% 全部用数字 因为数字 是大脑比较容易吸收的 如果你跟他讲 我很大 我很大是很抽象的 如果你跟他讲 我是100% 这样子 它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 全部都是用数字的 数字是很convincing的一个factor 数字是很convincing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在这一边 你看到 每一个他们都用数字的 每一个都用数字的 这个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些example过后呢 应该可以帮助到大家 帮助到大家好写一个 就是你的colorphoto 做一个colorphoto 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招牌 所以在这一堂课呢 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分享其他的topic 好 谢谢各位